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真仓真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就是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 哇,今个星期应该也是,正常你只要做好仓的话,没有人输钱的话,应该个个都赢吧 我们先回覆了上次的盘 我们之前的影片和YouTube都有提到,美国的股市行情相对比较牛 主要当时也提出了,美国的相多部分经济数据也有一些cool down 的迹象 cool down 的话其实对于美股是有利的,因为金融市场环境的辣紧就可以放松一下 俗称加息的预期也逐渐放缓 始终美联储的政策虽然会在金融市场,譬如十年期国债太低的时候,会偏低一点 但是诸多的数据显示,或者近期的CBI,无论是正常CBI和核心CBI 都同样地是低于市场预期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市场预期本身已经是按到相对偏低了 偏低得来,两边的CBI都要更偏低一下,所以股市有相对的法额也是很正常的 我经常反复强调美股是经常向上创造奇色的男人 我相信,经过近几天的强劲到这么神经的表现,我相信各位 就算对美股不是很熟悉的朋友,或者是坦白说是对他相当看淡的朋友 应该都有一定的福气 而港股这一边,我们亦都是月头几次出片,亦都说过了 因为港股是很仇恨也好,或者是很歧视,或者是觉得他有一个交叉级股市吧 这样都会重新过很多次,你 opt然回到去17000 点边的时候 你就不要情绪化,就是大手沽空他 或者是去到这些价位才是CUT货 上面23000又不见你CUT,这230,000又不见你CUT 就叫你不断说三万点CUT 下面又說CUT货 那就骤睹操本,真是不太行的 所以我在影片中重覆了,你有相對低位,有頂級大銭酒,你就勇敢地取得 而且大家亦都對我公平,不是見星看星,不是因為星五球水 那你一直有跟趕我的影片,我掉的時候已經被點尊過了 那麼朱sir在這裡說所有的東西都有圖、有片、真倉、真單,全部有證明 未来又怎样看呢? 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或者有很多散户朋友一定会问,一件事就是目标价,例如这只股票应该要升到哪里,或者指数的大本就要升到哪个位才是大落的进口 朱sir 说话一向不会太动听,像风水师或术士那样,无论命活得好不好,说到你很高兴,朱sir 直言直吐,真的不做得出这些事情 变成相对有一些散户,也未必完全很喜欢听我说话 如果是旧的观众,看开我们这里也知道,朱sir 这边常常有散户hater去骂 因为我们说的方向和他们不同,已经不是我们中不中的问题,而是无差别式攻击 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年的方向在大致上或者准成率都有多高,大家都明白 所以今年,如果是为吵架而吵架,为hater而hater,和我们的方向完全做相反的话 基本上今年,坦白说,都阵亡得不少 如果另外,你同意,散户通常都是输钱那边 那你就会明白,为何朱sir 说的话,往往不是全部人喜欢 不是个好像,就是说,师奶杀手那样,或者矮蜜蜜糖那样 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或者有一部分,是觉得我说话不好听 亦都是側面证明,不要介意我说得有点偶心 就是说,为何朱sir 相反是这么准呢?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是想说些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部分散户一听到人不喜欢的话 起码我自己在channel这边都有言论自由的 就是什么?听着了,就是说,不要问目标价 不要太快地问目标价 这件事我是认真的,我不是弃你,好吗? 大家如果是我粉丝的话,你知道我做channel我从来都没弃你 那我为什么是说不要问目标价呢? 就是我不是的,因为它升了就不敢说的 我一直都说它升的,这个恒指 就算它不断作下去都好,我都觉得你始终是低渣有着数的 有图,有片,有了posts可以证明的 那美股,它见底那一刻,我也有片出来说的 那为什么呢?不要说目标价是升到哪呢? 这个很简单的 譬如你打开纳斯达克指数那张图 拿一把尖尖出来去量度 朱sir认真的哦,你先拿一把尖尖出来 他现在这样呢,90度角直升已经是十几天了 就升了一千多点 就算你说真的量度的话 你硬说不是90度角都对的 但是起码你拿一个圆规来量度,就真的有80度角了 好了,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什么时候见过指数? 不是妖估,那是大盘指数,是这样的 冷静点问一下自己,这个直线爆升的狂牛式浪营 其实在历史上不是很多时候出现过的 那你啊,其实在一个禁值的升落的情况之下 我们组星是星是莫古顶的 我相信是资深的朋友们应该听过这一句了吧 如果你说不说目标价,你觉得难听些 那你是老祖宗所说的这个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星是莫古顶 那这一句我估计你反而会接受了吧 那变成了,如果你硬强行去很快 预测上方的那个价格 又变成了跟那些山神仙没有什么分别了 不中的话那些人又不会少理 中了的话又来吹嘘吹一世 那我是未有充分的证据 是推论到上面那个顶 我仍然会用星是莫古顶去做的 又不会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是想做一个山神仙的角色 当然这些时候也会有很多图表官出来的 又说图,又数浪,又黄金比率,哀哩巴勒 这样搞很多东西的 朱sir也再提你一次 今年年头拿张图出来画来画去 说港股牛市 相反美股熊市那些小伙子 已经死了 我真心想说一次 即是普通正常人 除非是真心技术非常强劲的人 否则来说你普通通技术一般的 你还敢拿张床出来画 这些是实战临场的应变经验 首先,如果有跟随我们的朋友 没有可能在这里不指赚部分 所以做法很明显 就是我们边走边吃 先指赚部分 锁定了一定的利润 剩下那些,你就可以等它自己满足 然后再进入了 然后再进入了 这个位置 可能我们不能够掌握到最高位 第二就是说 升到顶后 它会往下回落 跌穿某些关键的支持位 可能是跌穿某些关键的支持位 才去放手 不跌穿的情况下 你会由它飘 我会采取用这个方式 当然,我自己在学校都会 更新这些支持位 然后就到了没有货的朋友 看到它升了 应该到最后一刻都会忍不住 又是不要听说话 就是你买的话 其实不是说阻挡你 你不要想着我说 现在不要买了 我又不是阻挡你发达 其实如果你很灵活地 在这些价格里面 可能有些货带 或者甚至有些option带 有些期权带 或者是shortput 或者是whatever 用来打游击 或者是一些long call 以小博带 控制住马 或者是杠杆 或者是风险比例 我真心觉得是没问题的 不过 你就是要一个打游击的心态之余 而且要听清楚 你的走位要相对来说 是比较紧的 因为坦白说 那句不要听说话 任何一刻 你都有机会去摸顶 应该自己注意风险就可以了 你要记住 这个游戏 如果你不是一早已经下场 乖乖地听我们说 在下方 大家都说宇宙大雄市 那时候 你就相反买好货 草好货 现在到的升了 是相对这样 你才入场的话 你就注定了 先天来说 已经是miss了一大部分的价位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不过在动能上 是有机会再继续向上 是不出奇的原因 所以 在这个价位上的博弈 我觉得是打游击兼真正的博弈 那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博弈者 那就要靠你自己 或者靠你的功力了 好了 而 我们就是说 在最后 在恒生指数 我觉得 短期的浪顶 应该都是未到的 还有最后 我也是很简短地提示一下 这个是做淡的朋友 你不用看幅图 也不用看大户的位置 点仓 数仓 因为 以我自己的经验看 连现在的大户的仓 都可能是很短暂的 不要经常以为 好像有些奇妙兵法 那样 下面怎样存在 或者上面怎样沽 还有些很大的阴谋 即是 已经是部署了下半年 怎样做 起码我用自己一套系统 或者自己的方法 所看 其实现在近期的大户的仓位 都相对来说 比较短暂的 做得比较短的 可以随时 是反手再反手 这样做 拆仓的时间 也是速度时间很短 也是拆仓的时间 也是很快 OK 那变成了 就是要随机应变 那 这个是相当之重要的 在指数方面 还有最后一句 这个世界 要是逢高沽 要是低渣 要是高沽 如果只在大盘 或者是优秀的股票 我始终都是坚信 你多么骂 或者恒生之族 想说粗口骂他也好 我始终都是坚信 这个 你回到下去 那时候 去储好货 是高位 又一吃你的酒 是好过 是容易过你做淡 除非你做淡是一个 很专业的做淡投资者 否则 你始终是真心的 以做好货 做股票为主的人 其实 就应该是逢低 储货 或者是走位 相对来说 真的好很多 好了 除了大盘 还有没有什么股票 有直博率 或者都可以说多两句 那我们就去到广告 就回来了 大家好 我是朱sir 我是香港正式持有 证券及币国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的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我朱俊文的牌照资料 相信很多人有刹卖股票的朋友 都一定有听过奇权这件工具 但是奇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这里有一张图 就是我朱sir 在虎途牛偶的示范仓位 是我自己想做一个教学的例子 我这个仓位 基本上九成以上都只是做奇权 就甚少买入正股 而且我这个走势 大家都看到 在收益上也相对比较稳定 就没有大上大落 因为我们最紧要做事舒舒服服 不要影响生活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实战例子有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大户 甚至连古神巴菲特都喜欢用奇权呢 这里就是六个大户常用的奇权策略做法 当中涉及了很多混仓的技巧 例如如何把sort side的奇权 连同norm side一起做 混合做了一个组合出来 我们的投资还是投机都好 都一定涉及了风险 就绝对没说包赢的 但是如果学会了以上奇权的套路 整体投资上的策略就会变化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 这些大户运用奇权的方法 和奇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见 报名我们这个进阶奇权的教学分享广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也会在广座跟大家分享 这么多我个人在这么多年里的奇权经验和知识 并不会涉及投资的买卖建议 我是朱sir 到时见 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进阶奇权的讲座 如果想好好装备自己 尽早学习奇权 在星市、跌市、任何市场都可以有超额的收益 就像我今年的收益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今天就分享几只股票 第一 又可以分析一下Tesla 最近Tesla 就经历了一个比较差的业势之后 就扫过下去 我们刚刚好又经历了这么好命 是纳子的大星市 那它在后段就追到纳子的升幅 所以我们就说Tesla 也可以以动能的角度去分析 我今天不用fundamental 用动能的角度去分析 另外有些股票也可以 因为已经改了很多基本面 所以动能面也可以说一下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Microsoft 而香港这边我们也很公平说两只 包括就是Tesla 以及我们今天收市后很紧张地 作为科技股业绩的揭幕礼 第一只股份700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将人分析了 好了 首先就是Tesla Tesla 其实在公布业绩之后 其实真的跟随一个下跌跌口 跌了下去 然后最低的下跌都是低过200元 但是刚刚好 就刚刚说过了 纳子大升市 所以在后段近几天 就开始跟随纳子的升幅 但是我们有几样的事情要注意 第一 整在图表面的角度 仍然未脱离一个 一浪低于一浪的整体情况 而且最近下面的一只脚 的确是低过前面的一只脚 这是技术层面所看到的事情 第二 第二 我们就是说 其实在美国的股票 当纳子是单边性上升的时候 其实很坦白说 不要说Tesla 这些 你说它是烂船也好 也好 都做了7分钉 不止3分 都做了7分钉的公司 你都不再说了 我们说的一些 好压毫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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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 当跌得太多的时候又遇到纳子反弹 它就会有些急夹的 夹针仓也好 平针仓也好 一些向上暴夹的浪营 这是美股很容易出现的 你不要记得你的股票 狗不踏白 只要狗不踏白 只要狗不踏白 都愣是作为一丝希望 愣是令你幻想一丝希望 那一刻 越垃圾的股份 在纳子大升市那刻 也会夹得越厉害 但是当然 当夹到动物流失去后 这些股票跌的速度 都可以相当之快 我始终都会觉得 Tesla 基本面 我们之前都说了很多 简千言言 仍有一定的隱优 而我们就在技术层面 我个人觉得 也要注意 其实淡友是否真的输硬 其实来说 都是未必的 因为我们整体 Tesla 我会觉得 你除非 你说250元 这些位置都可以 无事无忌大 夹穿的话 可能图形 可能有点转小 势头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未夹穿250元之前 你这么快 就在现在 这几天 货子升得比较急 还是跟纳紫 跟纳紫的机会 比较多 你也是去到 大概240元 因为我们收市 都是收238.8毫多 最高是244元 即是收市未升穿240元 你现在 不要说我刚才说250元 你现在240元 都未升穿 其实都可以说 淡友 就未必一定是输硬的 他可能是回避一下 有你收入地震 然后当纳紫一回 那时候 他自己回的 机会率也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会觉得 Tesla 不深度地插进去 已经是相对比较好运 但是 是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现在升了数十元 就立刻转看好呢 我也觉得 暂时以现在的 營运数据体 都有一定的小小的保留 当然 这个其实 不是很淡的意思 只是就近期的走势来看 始终我都想利身 在很长远的走势里面 我仍然觉得Eomars 这个狂人 是值得去看看 值得留意一下 这个当今世上 虽然很瘋 还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聪明的人 这个下 少住他作为 将来一个低位 少住作为长线的留意 去搏大霧 这个以小搏大霧 我觉得他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考虑的好选择来的 OK 好了 说完Tesla 之后 我们来说说Microsoft 雙方Microsoft 动能的结论 就不用说那么多迂回活觉的东西 直接的Fundamental 无论Fundamental 或者动能上面 很明显很强 我现在在近期做到两件事 第一 是破历史高位 370元这个价位 是全新的历史高位 就算当时纳指是说 16,000多 其实他都未去到这个价 大家见不见到 整支羊竹 是换了做月线图之后 是凸了头 就穿了顶 所以第一 以穿顶的角度 以现在联邦利率 还是在顶峰那一刻 你自己可以穿顶 完全可以体现到企业的生命力 股票的所谓的强势 而第二 就是说 大家都明白 近期的纳指 是先回过去12,600 但是你看到近期两个月 过多月的图形 是完全在Microsoft身上 是看不到它回过去12,600 然后先升上去的客观 纳指走势 你从这个股票身上 是完全看不到的 反过来 纳指跌它又升 纳指横行它又升 纳指升它又一定升 所以我们无论在长浪的角度 破顶的角度 或者在短浪的角度 其实在动能上 也是相当之强的 基本面 我们也和大家复杂了很多 今天又不详细讲 今次我也想说 在动能的角度 Microsoft 当然 我不敢说 它一滴都不会 你又不要逼我 这些都不是好的听众 大家做人比较成熟 但是我会觉得 就算中间有调整 也好 你说 升多 然后跌小的格局 在Federation 未爆磅之前 我觉得 有机会 一个良好势头 在动能上 也是有机会持续的 当然 也不要以为 美股每个都是这样 毕竟是这么强的股票 也要有很强的Fundamental 才可以支持 甚至说 美股这么大的市场 也是一个半逢无论角 不要以为 这个世界这么多股票 是这么容易赚钱 当然 如何赚也好 都比香港的股票 也比香港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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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客观无奈 要识人的事实 好了 我们讲完美国的 公平地 讲回香港的股票 我们主要讲两个股票 第一个就是三百八 三百八 三百八也是作一个 论点 其实我们之前有些论点 也说过 无所作为 反而再有 还有作为 摊在收息 已经等于整个生命 已经不用跟你努力了 这个就是三百八 或者有些大型证券行股票 季度业绩表现 而第二就是近期 也有些小伙伴 担心承口金额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 今天升了五百点之前 有几日货子 承口金额 又是很厉害的 基本上去到六百八的成交 都不够 大概只有七百五十亿 所以有些小伙伴 又担心承口金额 会不会缩很久的 令到它无所作为得来 又真的完全无作为 承口金额死了 那股价会不会崩堤 那我亦都再重新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整个金额 我认为不会永远缩 只要有些是上升的势头 或者有些利好的policy 即是中的policy 或者是外围一些新闻的角度 或者我们只要香港有两三个主题的办法 肯给唐人来吃 那去炒一下 始终整个金额 始终都会有在 不如今天呢 现在就1点多 升了大概500点左右 那现在的成交金额 大家看到吗 有牌都未收市 这个 有七八亿了 是不是 今天很大机会 没有1千亿成交 都去到900亿美的成交 所以你看到成交金额 要去回1千亿 或者900多亿附近 其实一T都不难 有些借口去炒 已经可以了 所以我始终都会 好emphasize 但是在成交金额里面 你不需要太过担心 OK 而最后 就是说 港交所我始终都会觉得 其实都说了很多次 这个股份 如果他最后都不行的话 或者你是一个很美的价格 做 你最后都不升 或者赢不到钱的话 你做其他香港 很多其他 九不答百的股票 就输得更加惨 之外 最后也是说 港交所 其实近来 可能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窄的波动 大家有没有发觉 他虽然都叫跟市场 动一下 但始终有个瑕疵 是明星圈300元 我个人会觉得 这300元 不但当作港交所自己 而且作为港股 究竟是真牛市 没说牛字 一个真正刺氧点的星市 还是一个弹散反弹市 其实我觉得 你看港交所有机会 可以forecast 到的 这个名门的位置 就是300元 我会觉得 如果港股变成有所作为 不要理港交所自己 没有作为 我们在说港股 真正是有所作为 国交所最后 理应跟随 这个所谓的气势 是升穿300元 所以我们可以反向 亦推称 300元 就是作为港股 升市 真实与否 的分水岭 如果你见到 国交所 有一天 静一静一静 突破300元 的话 其实 你做不做国交所 这是其次 你追不追 我不干预你 但问题就是 如果到弯转转 这么说 他升穿300元 的话 很仇恨香港的淡友 你可能有机会 要回避一下 或者你要隐让一下 你盲沽 那一下 可能会再被人夹若干棍 到时选择惨重 就不是太好 OK 也是那句 好有要看形势 淡友都要看形势 雙方看形势去做 大家互相公平竞争 互相私私民赢 不是互相日夜 在问候老母 我觉得这才是 一个成熟的投资者的态度 最后 就是说 388一早出了业绩 所以都是一个 和大家更新的 没什么特别 太大的看头 但是700 今天收市有看头 因为他公布业绩 我们最后 也和大家 极速review 他市场的forecast 市场的forecast 就认为 营收会增长10% 而在分布部门里 增长顺序如下 游戏整个部门 增长大约9% 而社交网络 持平至 輕微倒退1% 廣告部门 应该会有相率比较高的增长 因为有短视频的法例 增长是高双位数字 差不多24% 而科技金融的部分 中短中矩 大概增长11% 而在七锤八扣之后的淨利润 有机会有393亿 单季 不小的 同比增长25% 如果能做到这些资金 如果能做到这些资金 都差不多 不是历史上季度的 record high 都是首期的 record high 如果算是 long gap 的盈利 整体 在游戏的部分 当然 你不能跟网易争 因为网易争 你见过股价升到这么多 你大概明白什么 你不是到现在还在后支右角 你太后支右角 你也不是太好 你不如现在的股价升到这样 9999 你还去质疑 游戏的所谓 游戏的举阵 很明显游戏的举阵 游戏的举阵 无论过去所累积下来的红利 现在是今年的 刚出的一些爆款手游 以至是将来的 forecast 的一些游戏 将会推出的举阵 或者是华丽的阵 你会见到 无论简称个现在未来 也相当强劲 华丽阵 坦诚而言 比700 因为700 在整个游戏的举阵 仍然要靠 一两只爆款手游去支持 当然 有没有新手游的贡献 也有 例如金铲铲之战 或者有一个新的游戏 冒险岛 风之传说 一个季度也能够12亿流水 一个季度也能够12亿 当然 我明白 王者荣耀那些 当然是药鸡很多 但如果以正常的游戏 我们的定义 超过若干亿元 已经是爆款的情况下 冒险岛的游戏 也算是相当不错 海外那部分 由于吞併了若干的同行 所以仍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OK的双位数字的增长 预期大约增长 14-15% 所以整体Round up 在手游的部门 应该会有很高的单位数字增长 增长虽然也不及枉异 但在现在的估值相对低的情况下 这一部分做到已经可以了 另外 我们就说在广告那部分 可以看看是否有些惊喜 因为在视频号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的法力 的确实是相当理想的 市场终合的预期 就认为广告那部分的收益 会增长24% 其实你要明白 广告那部分 Operating Margin 或者Lag Perfer Margin 是未去到做到化境的 特别是对比那些龙头的 广告的同行 例如Facebook 那些 我会觉得 如果营收是再暴力增长的话 加上在短视频的投资期 慢慢收回成本之后 只要营收是暴力增长的话 会完全暗示或明示 广告部门的NP 即是静利润是会拉大 Lag Perfer Margin Ratio 这件事对股值提升的帮助也会大 这也是市场分析的相对重点 而我们就说 最后支付那部分的收入 即是金融科技的收入 可能也是和社会零售数据的趋势 增长量相对称 因为中国有统计的 我们简称是社灵趋势 不是社会清零 不要那么坏 社灵趋势 全称是社会零售的消费趋势数据 在第二季度增长10% 假设结论700 如果跟社灵趋势相同 应该也是大概这个增长率 最后也是那句 其实要对700始终有少少的维护 你相对枉耳的话 就没什么好说 就弱过它很多 以今年的走势 曾经凹陷了300 也深表失望 但如果相对280 或300 也好 对比上年的地獄底 始终也是高了很远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 在腾讯中的股价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就好像禅学的故事 一杯水 放了一半 究竟你说它很满足 但已经有一半水给你喝 还是不满足 还有一半才满呢 这就是看你怎样看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相对比较乐观 就会看好一点点 而且近期走势 也要承认 恒指近期是高低 17000 但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腾讯现在处理股价 是更高的下面 足足有30元 他在短浪里面 他当然是跑赢恒指 还是跑输恒指 大家都会一目了然 所以最后也期待 今天公布的业绩相对比较正常 就算正常一点点 我估计有点回吐也不重要 我不是很考虑 因为我反正不是业绩前赌博学派 我真的不是很考虑 我买完之后 究竟他明天升不升5% 我跟你真心说 不是虚异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反而有兴趣 不是说他公布业绩之后 那五个小时的走势 而是他公布了之后 究竟他的业绩是 譬如说 参差得住那些价位 会不会回到那样 他送钱给你 其实都会升回 老实说 近日拼完一棍 玩完你之后 升回股票也是有的 理想汽车就是经典的代表 你试一下155元买 然后他业绩震你 下跌140元 你止蚀吧 难道你现在155元追回 所以这个世界 不用说作下来 就觉得一定没得够 总有一些例外的例子 所以700 我就是希望那份业绩 是达到我要求的正常目标 我对他往后股价的做盘 就相对来说 无论用正股 或者选择 就相对来说 会容易很多 好 今天的分享 暂时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赞好 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学习 这么进阶的奇权技巧 去赢钱博弈的话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 今年真是最后一次 的进阶奇权免费的广告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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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асов 字幕请请 OK 为 oportunidad